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逃离企劃 才可参加 故事劇情是死到星號上的首席技術官木真正在調查稻妻獵島的遺跡器械 發現有奇特的雷元素活動可能跟機械有關係 於是拜託我們前往調查 夜鎖雷痕總共有四個階段 分不同天來開啟 一個階段又分兩個時段開啟 讓你尋著每天都有的玩不會無聊 活動玩法簡單 開啟挑戰後調教房都會有雷鷹之條 觸碰後攜帶雷種子 藉此處在雷元素附著狀態下 天空中會有雷擊 靠近雷擊會與角色建立一條雷元素死線 按T即可快速進行移動 挑戰中擊敗敵人或是獲得路線上的雷威力 可以延長挑戰的剩餘時間 每個挑戰都會有時間限制 趕快利用雷元素的特性來場競速挑戰吧 第一階段是競速的奔停藤傘 第二階段集雷公主 第三階段電微橫置 第四階段技巧正開並不是競速 而是其他不同的玩法 時間到時喇叭再介紹囉 最後挑戰活動完成後 會獲得鳴雷傘子或是鳴雷純金 可以在活動商店兌換 知識之滅 到期的天賦書 角色突破素材等等 本次活動除了可以拿到共1440元素外 大獎當然是免費白嫖北斗啦 千萬不要錯過 另外這個活動進行上也有要完成的喔 抓緊時間挑戰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大喇叭 希望我的影片記得數值三連 我們下期見 到期神力流太刀術接傳 神力靈華參少 請多指教啊 我們下期 we should沒有 我們下期見 煙小賜 以及飲凍 流太刀術 夢 超過 惊 寶 非常 players 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